宣言开始我们先来看到中华职棒24年球季上半季的冠军出炉了 今天晚间义大以8比2打败了兄弟 再加上统一以2比6不敌桃源 因此义大新的队终于能够抛下紫色彩带开香兵庆祝对史成军的首作季冠军 这一棒非常扎实 在中右爱眼方向 义大神拳林一拳开赛就轰出一发两分炮 用本季第十次轰宣誓要拿下这场比赛的决心 因为义大想要封王 不只想面对兄弟的比赛要赢 还要统一同时也输球 只有两分犀牛当然觉得不保险 二级下郑正好一上来就敲出场打站上二壘 最后靠着对方投手抱船回来拿到第三分 已经连续三场比赛有打点的火哥张建民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二壘友人的大好机会 张建民连四场打回打点 帮助义大取得4比0领先 落后的向队五直上展开反攻 张志豪和周思奇连续两只二壘安打 兄弟打破鸭蛋追回一分 不过犀牛军团六局下半 马上又把分数给要了回来 向右边右手张正伟后退 偶发了没有接到 林昆生从一壘连尻尻尻三个壘包 回到本壘得分 义大再度取得4分领先 虽然八局上兄弟敲出四只安打 不过很可惜留下满壘残壘 只追回一分 下个半局义大火力更猛 同样打出四只安打 不过包含两只二壘安打 一口气再下三分 最后半局杨建福让对手三上三下 义大以8比2赢球 现场也抛下了紫色的彩带 但是要确定能封王 还得看台南球场十元之战的结果 前四局打完两队2比2 赞成平手 不过桃园五局上用两只安打 攻下两分取得领先后 统一再也无力追赶 这次义大终于能开香槟 庆祝队使第一座季冠军 也顺利拿到今年球季 总冠军赛的第一张门票 有点TV综合报导